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术能让周杰伦都拍手称快 又是什么样的魔法能让人瞬间穿越呢 上集我们说到完成最后一场表演的四骑士 在警长的帮助下成功加入了天眼组织 而这一年的时间里 大美选择了脱离组织去追寻自己的诗和远方了 而杰克之前被淹死 现在只能在幕后工作 现在就只剩下老梅和丹妮能公开表演了 为了给他们的表演增添色彩 警长又替他们找来了一个美女魔术师 小美 这个姑娘古灵精怪十分可爱 很快他们就接到了来自于组织的第一个任务 那就是在一个手机发布会上 揭露他们偷窃客户隐私的事实 在警长的配合下 四个魔术师各显神通混入了发布会 只见丹妮一顿骚操作 在人来人往的楼道里 成功将身上的服务生制服换成了安保制服 然后走进监控室 对着工作人员就是一顿乱魔 拿到了对方的身份信息不说 还成功将对方误陷成了精神病 另一边的小美也没有闲着 利用障眼法假装受伤 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给老梅制造机会 对手机老板进行催眠 一切进行的都非常的顺利 灯光亮起的那一刻 三人华丽丽的出现在了舞台上 可还没有等他们揭露手机的内幕 背后的大屏幕里就出现了更神秘的揭秘 他甚至揭露了杰克还活着 以及警长是卧底的秘密 吓得几个魔术师赶紧逃到了天台 毫不犹豫的跳进了通风管道 可等几个人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直接懵逼了 他们竟然从美国的纽约 直接穿越到了中国的澳门 这哪里是通风管道啊 这简直就是哆啦A梦的时光机嘛 而且他们面前还站着一个 和老梅以模一样的男人 原来这个人是老梅的弟弟 和老梅一样 他也是一个催眠高手 这一次手机行动他早就知道 而被催眠的老梅 还把几个队友的身份信息 提供给了弟弟 而弟弟之所以把他们绑来 是因为有高人要找他们办事 这是一张神奇的手机芯片 有了它就可以黑进全球系统 分分钟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但当初的合作人 为了利益将老板卷毛揣出了局 这让卷毛十分不服气 于是他制造了一场假死后 来到了澳门 现在他想让魔术师们 帮自己把芯片偷回来 如果成功 就帮他们解决通缉令的问题 否则就当场干掉他们 无奈下的四骑士 印下了这场挑战 要知道如此高科技的芯片 那周围肯定是严防死守 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 他们来到了周董的道具店 购买道具 在家苦练了半个月后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四骑士 伪造身份 混入了芯片机构后 老白假装过敏 转移安保人员的注意 捷克则是开始 刺激惊险地叼包游戏 虽然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可多疑的安保大队长 还是察觉出了不对 当即安排再一次搜查 接下来就是奇迹发生的时刻 几个人通过快速的传递芯片 成功蒙混过关 逃离了现场 另一边的警长 以为四骑士已经遇险 为了救出四骑士 他只能换了个身份 放出了老黑 老黑这一次挺爱和的 带着警长就来到了周农的店里 然后来了个瞬间消失 让警长自己解决剩下的事情 四骑士知道 卷毛这家伙不可惜 于是联系了更可靠的人选交易 结果没想到 绕了一圈来交易的 还是卷毛 丹妮宁死的不肯交出芯片 卷毛懒得和他废话 指使小弟上去 就是一阵暴打 眼看丹妮就要扛不住了 警长突然出现 扛下了一切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卷毛 竟然就是保险公司老板的私生子 这一家伙为了给自己的爹出气 竟然把警长锁到了保险箱里 扔进了海里 不安心的是 警长手里有父亲留下的求生手表 他拼尽全力逃离出了保险箱 可却再也没有游上去的力气了 眼看警长就要领合饭 丹妮一个猛子扎进去 把他捞了上来 可眼下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自己是手里的芯片 竟然是假的 快看 这个男人正在操控雨水 他大手一挥 雨滴就瞬间定住 漂浮在空中 而下一秒 这个男人竟然让雨水逆流而上 摇向了上空 而此时的其他几个魔术师 也在美国的街头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卷毛和父亲 通过监控 瞬间锁定了几个人的具体位置 这一次 他们强行要让四骑士交出芯片 但令他们傻眼的是 警长竟然还活着 四骑士此时早已被全球通缉 警方在锁定他们的位置时 也快速出警 但他们的速度晚了一步 卷毛已经派出所有的人脉 追捕四骑士 魔术毕竟不是魔法 四骑士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拗不过卷毛的超能力 他们被捆绑到了卡车上后 依旧拒绝交出芯片 卷毛把人扔上飞机 直接拉走 强行搜出芯片后 卷毛当场验证了一下 这个芯片竟然莫名其妙变成了真的 拿到芯片后 四骑士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卷毛直接玩了一手 卸磨杀驴 将几人扔下了飞机 然后迫不及待地开了瓶香槟 和父亲分享喜悦 可刚喝了一口 就觉得不最近 这个香槟杂有股细油的味儿呢 而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是 四骑士竟然在飞机外 露出了嘲讽的小脑袋 周围更是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原来 这飞机从来就没有飞过 从四骑士回归美国开始 一切都是一场魔术游戏 几个人故意被卷毛绑架 利用鼓风机和降雨器 制造出了飞机飞行的假象 为的就是让卷毛得意忘形 露出马脚 他们早就在表演小魔术时 邀请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来欣赏一场大便活人魔术秀 当场揭露了卷毛的恶行后 四骑士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凭空消失 而警长将芯片交给联邦局的同事后 也跟上了四骑士的脚步 逃之夭夭 故事的最后 几人再一次来到了周董的家里 原来周董这儿 才是天眼组织的基地 警长也在这里 得知了父亲和老黑之间的恩怨 父亲和老黑是青鸣手足的搭档 他们一个表演魔术 一个负责揭秘 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仇恨之言 一切的一切 竟然都源于一场误会 不过很明显 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们会在天眼的指引下 把恶人的小把戏 供奉于众